字幕消息 字幕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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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歡迎來到紗紗手作 我是紗紗 今天要分享的是 自動出圈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首先拿出一張12公分 乘以9公分的紙張 分别在2、4、6、8、10公分的地方划线 将纸张分成6等份 接着顺时针转向 离左边1.5公分的地方划线 再来找到第四条线 在1.5公分的横线上方2公分做上记号 一样在1.5公分处的上方0.5公分处做上记号 接着按照影片中的方式连接线段 接着拿出自己想做的图案 形状布居 这次我使用的是直径约4公分的圆 以比较下面的那个三角形 最上方顶点为基础 对齐画圆 剪下来 接着在1.3.5条线的地方 用刀背压出折痕 中间的部分往内折 最两边往外折 再来我把它装饰一下 大家这里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发挥哦 最后翻到背面 在两侧贴上双面胶 可以用回纹针或是比较平的小夹子 会比较方便收纳 那我这里示范是用小木夹 夹口朝外横贴于两处背面 这样自动输签就大功告成啦 使用的方法呢是圈圈朝上 夹的时候圈圈朝右 夹一边的时候 可以先把里面的那个书签 随便夹一页 再夹上另外一边的夹子 那这个影片是参考日本的 这位创作者所制作的 已经有取得作者的同意制作影片 那他也取得了这项专利觉得超级厉害 这是一款可以让你看到哪就夹到哪的超实用小物 也可以做成这么多各种不同的图案哦 生活中完全就是超便利 像是在捷运上 在学习上 在收纳上 在过马路时 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这个分享 赶快一起来做做看吧 o 说 好 优优独播剧악